企业家会面对什么问题 企业家问题很多 每天都在解决问题 对 生意要做大 股权要规划特别单元 很多时候是钱的问题 不够钱 人才的问题 不够人才 找不到人才 还是是留不到人才 身为一个企业家 最大的问题是在于股权上的问题 很多时候分配的好就没问题 但是如果分配的不好 开始有吵闹了过后 股权的那个dispute 会让到老板非常的烦恼的 有些人问我 一个人就做完股东 做完director可以不可以 其实是可以 但是这个公司 是不是不会做得很大 靠一个人的力量 又做得不够大 所以把公司要传下去 下一代也是要做计划的 有三四个孩子就要决定 哪一个孩子真的是继承人 要讲清楚 所以很多时候不讲的时候 就大家猜咯 讲了过后 就是要通过开会 通过记录下来 还有也是要有那种 shareholder的agreement 华人有句话叫做 富不过三代 你怎么解读这句话 所以身为第一代的 他要一开始就 set对的一些family values 一早要讲清楚 所以其实这个 富不过三代的魔咒 是可以打破的 只要有正确的方案 是 我们研究了很多 孩子也愿不愿意接手 第二代 有没有被第一代带过 就好像中国的方态集团 他带的方案是 带三年 帮三年 还有就是看三年 所以是三三三的方法 就是第一代 要传承下去的 你要先带着下一代 对 三年 要帮他 然后帮他三年 还有看着三年 所以这样子下来 要九年 所以传承不是一个 马上就可以发生的 它是一个process来的 嗯 嗯 这样子 这样子 吠罗 练 哇 Hebrew 感谢观看